好,我們有Witker在這裡 關於還針債,死不死,生不生的東西 其實我永遠都是做這些生意 我真的覺得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也不需要那麼上心 就正在我們的旅遊領導 Witker過來坐在他們中間 準備我們有帶我們去別處的時候 原來Witker也是六審弟子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東西? 沒感受過 感受過,但是沒見到 其實我認識很多師傅 捉了幾十年鬼 是捉鬼捉了幾十年 他跟我說 你問我,我就知道我這麼說 我真的沒見過他 但他是感受到的 我也感受到 我有時帶團這麼多年 有時進入到一種團友 有時酒店派一些房 有時團友不喜歡 那我的房間可以換給他 只要一樣格式便會換 那也是會有些感覺到的 但沒事的 你不搞他 是非冤身打主 我就是睡覺 有他睡覺 有他就不理他 我真的從小到大 我真的沒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有些人是這樣 沒有辦法的? 沒有的 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看不到 但我感覺到 我感覺不到 我感覺不到 那些人就會說 嘩,你有沒有 真的被什麼木管弄了 是你什麼 你都被殺地帶 是突然間會很涼滲滲的 突然間明明 房子沒有開冷氣 突然間涼滲滲 然後那些木管自己都舒服了 然後你會感覺到 有些影子 但是你見不到他的 即他可能不想給你看 那你見不到他 那你就不說 我覺得最恐怖 最恐怖就是 你感覺到他 但是你看不到他 你看到他就不怕我 即是 等於 即是沒有安全感 說他屌你 在我睡覺 你飄來飄去 搞我 即是譬如這樣說 我看不到他 想打齊他都不行 那我不管的 通常呢 我是這樣的 但我真的沒有感覺 即是 我實情是覺得 有時譬如說 譬如說 我覺得 為何這個電視 我都沒有試過 經常開機的 經常識機的 即是幾十年前 我們去泰國 那些 那些 沒得玩啊 明天早起床 那又沒有了 那是只有那些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 我也沒有這些感覺 那你又玩過陸禁的 好了 最近 最近 為何會無緣無故 沒有一些 朋友有興趣 帶手去上 試一刀未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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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過 你有手上不怕的 劈過去 不怕 拖也不怕 拖也不怕 拖也有少少肯 OK 少少肯 沒事的 師公頂住 好了 我們上次去完雲南 節目反應是不錯的 其實上次 Vicar Errol說 原來只是雲南 都有四五條線 是啊 是啊 我們只是講一條線 其實我打算是先講雲南去的 但是Vicar Errol就很心急 就說不要著 因為就要很久講 那我就覺得呢 就是 當年節目 譬如剛才的開放 我們用手機展 當然是一般的 又或者我們很心急 今天星期三想做 這集節目 因為阿康正又不在 我最好是嘉賓做這集節目 又不想多到一個星期 是 於是我們很心急 所以我們找些相片 可能會有些 可能Operator做事要放 但有些相片 不是那麼大張 我們會慢慢去改善 當然 做下去 始終給一些士教 阿Witka的時候 阿Witka 阿Witka Errol 他可能到時 即是可以跟回 你現在大支 都是跟回那個 團的行程這樣走的 是的 好了 那我們一二三 進入了四川 是啊 我們出第一張圖 先看看A圖 A圖 我們每一次都要看看 這個 我認為是很清楚的 我們偉大祖國的地圖 大家看看 我們在雲南 雲南就是 最大 左下面 左手邊是西藏 左下角雲南 其實雲南 一過去是四川 四川是盆地 即是以前的屬國 巴屬 但是其實 是很大的 各位網友 是很大的 是的 西藏連著 不是 是連著的 我們現在 就說 所以我們入藏 一般來說 你不要以為 雲南連著西藏 不是不行的 但多數是由四川入藏 是不是 村藏公路 其實是四條入藏公路 四條都多人去的 是 哪四條呢 一條就是青海 青藏鐵路 青藏搭車進去 經唐古拉山 陀陀河 長江縣 那就是在上面去的 就在青海 就是落西藏 是 一條就是由四川 是 村藏就是以雪山 即是那一條村藏 是很多雪山的 那邊是 然後另一條路 就是田 除了雪山 還有很多森林 然後田藏 就是經過德蔭 真正香 隔離拉那裏 再進去西藏的東面 其實那裏就是西藏的森林區 林之地區 是 還有一條就是新藏公路 新藏公路就是由新疆入西藏 新藏公路就是由新疆入西藏 新藏是不是新一些的 這條路 我小看人說 新藏其實是最顛簸的 其實最難走 因為會經過崑崙山 因為西藏 新疆最南面就是崑崙山 然後一路下去西藏 又經過古革王朝為止 其實那裏有很多古蹟 那裏有很多 那裏有很多 那些沙漠 森林 又有街襲了雪山 原來入山 那條路是最高海拔的 但是那條路危不危險呢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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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十幾年前 就會難走一些 但是我想經過這麼多年 就是 十年 應該十年 我想這十年變化 應該都會比較大的 如果這樣說 有時間 我還沒去過新疆 譬如 我玩完新疆 走那條叫什麼 新藏 新藏公路 新藏公路進去 不是更多東西看 又經昆崙山 又有雪景 又有沙漠 但是那條路 起碼十幾二十天 那你計算有時間 真的有時間 這些是訂車的 你不會自己開的 危險 訂車的 找一些車隊 但是現在的人是坐飛機去的 是 入西藏 那坐飛機其實 是哪樣好些 坐飛機就方便 但是你會不會 就是我不知道西藏 是不是高的高原來的 去到它就這麼高 你真的沒有適應的時間 因為通常去西藏呢 我們都會在成都轉機 OK 成都在一個平原 平原它只有五百海拔 那去到拉薩 即是西藏的首府 是 它是三千六百五十萬 是 日光盛之稱 所以其實去到這麼高海拔 要適應 很多時候就是 頭一兩天 興奮太多 周圍拍照 個人很衝勁 即時就會頭暈 不舒服 又咬 你後來 好像喝醉酒 你帶這麼多次團 你是克服到的 克服的 我只是幫那些團友 拿些行李上去他的房間 OK 但是開頭 你第一次入西藏的時候 你都不可以 都是有些 都可以 沒有的 但是我那時候聽老後說 他們說 其實呢 你身體強健的人 又不代表一定 會沒有反應 身體 例如窄窄的那些 一定會有高原反應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因為其實都是體質的 其次就是 如果你平時 我們會建議 你進去高原地方之前 譬如好像九寨溝 黃黃都是高原 是 進去高原之前 首先第一 那個月盡量 不要做這麼多運動 是 反而不要做這麼多 是的 你的運動 你的肺活量一大 需要更多的氧氣多 那你反而那個月 你打算去玩高原地方 其實任何世界的高原 都是的 都是最好 那一個月就是 那我上高原一定沒有問題 我也不忍運動 不運動 是的 你可以說你的肺夠大 另外其次呢 就是去到高原就沒有喝酒 還有呢 上高原之前 沒有喝酒 上高原之前呢 可以吃一些 令到血大量多些的藥 例如呢 紅景天 什麼東西來的 紅景天 中藥來的 有去開高原的朋友仔都知道 紅景天 我以為是人類的 紅景天 這麼有氣勢 因為他呢 又是入高原前 一日吃半日吃 有不同 有些人類 有些人類 不是吃板南斤就可以了 OK 你知道什麼都是板南斤的嗎 好了 我們今天不是講西藏 我們進了四川 為什麼呢 我馬上很背 淑國 我還沒背到這樣 但是都可以說 喂 其實四川的簡單歷史是怎樣 這個盤地 其實是四川 重慶在旁邊 是啊 重慶就叫巴 四川叫屬 是 在先秦時期 就已經有巴屬這兩個名字了 其實去到呢 就是 宋朝時求 因為四川有四條路 是 就是叫益州路 利州路 紫州路 和葵州路 就是總稱四川路 因此的名字 就由宋朝 就開始叫四川 叫四川 就引用到現在 OK 但是經常呢 那些人呢 一說我重慶妹 經常擄亂 其實四川和重慶是兩件事 來的 重慶是直到屎 是兩件事來的 就是有時候 人家說 你奶奶奶 我重錢 什麼 什麼 其實真是你說 喂 四川 不屎啊 其實他們都很 很強調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從古至今 像你所說 是巴蜀 是啊 好了 四川有沒有小數民族呢 雲南有二十幾個小數民族 有的 是 他都有二十個的 因為其實 他本身呢 四川是一個盆地 其實呢 他的西面呢 就是西藏來的 而他北面呢 就是叫阿霸藏族 疆族自治州 九仔溝位於那個地方 就是叫阿霸藏族 疆自治州 就是以藏族 和疆族人為主的 嗯 其實他都有很多不同的小道民族的 也有疑族人啊 有很多小道民族的活動 譬如火把節那些呢 都是在四川 譬如西藏衛星發石基地 都是在那邊 一帶有很多疑族人的 所以有很多的 但是 他本身那些小數民族 是和雲南的小數民族 有些是否改變 還是不同 因為他小道民族 其實各區呢 譬如他四川最早就是 有個金沙位置 就是發現了青獨石器 其實四川本身就是長江的上游 其實他在有河的沿岸 其實就很多人居住 所以其實 在有河的上游 下游 中游 那些人就會遷移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實一個種族 其實就會經過一條河流 上下游 周圍走 所以就形成在不同的 同一個民族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都會發展 都有的 所以在雲南 有些小數民族 當然會在四川 都有的 有的 但是很難會說 完全沒有 譬如四川有些小數民族 都會在雲南生活 是啊 好 我們先看看第二張圖 然後看看旅遊線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四川圖 四川的旅遊景點圖 這麼多 是很多的 其實四川也很多是玩的 譬如西北邊 有沒有卡拉OK的那些 有的 有的 現在的酒店什麼都有 按摩什麼都有 都很先進的 九寨溝有些超五星酒店 哇 看到駱山市 是啊 就是駱山大佛那裡 駱山大佛那裡 好 接著下一張 這個是什麼圖 這個是九寨溝的景區圖 OK 是九寨溝裡面 九寨溝 剛才我聽你說的 是 原來就是在四川的北面 是的 就是接連青海之附近 是屬於高地 高原來的 九寨溝 其實它是這樣的 九寨溝 九寨溝 它的北面 就是矮一點 南面就是高一點 南面 九寨溝的景區的海拔 只有2000米 是 但是去到景區 最南面 可以去到三千多 四千多米 嗯 VK說四川最多女人玩 又不是的 到處都多的 各位網友 去過九寨溝的 按那一字 不去那些 就不用按壓 去過九寨溝的 我其實呢 到現在呢 這麼多年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去這個九寨溝 因為我看那些相片 哇 真是人間鮮靈 但是 你帶過幾次 你記不記得 我想一年都帶三四次 因為一到秋天呢 九十月呢 起碼我是九寨溝團 回來香港又博九寨溝團 又博九寨溝團 基本上 九月十月 起碼帶三團 然後 整個月的日子 一兩次 都有一次半次 所以我想 起碼都去過九寨溝 四十次 十幾年了 OK 好了 我們看相片 不要多說 沒有 這個是九寨溝的柬埔 大家都不記得 西牛海 老虎海 其實一陣子都可以看 我們看相片 由A開 我可以選 這個九寨溝景區門口 就是二千米海拔 我簡直說 九寨溝 其實因為有九條的 藏族村寨而出名 他們都是藏族人 他們其實裏面有四條溝 一 警寨溝的門口 藏族人的樣子 是不是都像唐人 其實有些不同 皮膚 因為牠長在陽光上曬 黑一點的 膚色會黑一點 OK 它有四條溝 好像Y字一樣 然後再丫叉了一個 叫紮魚溝 本身就是我們旅遊景點 多數都是玩三條溝 中間 影區一進去 那條叫樹靜溝 左邊叫質茶蛙溝 右邊叫日質溝 就是三條溝 那一條溝就等於一個寨 不是 那三條溝裏面 遍佈了九個寨 OK 周圍都有 所以叫九寨溝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九寨溝 三條什麼溝 樹靜溝 是 左邊的R7 Y字 左邊就是質茶蛙溝 右邊就是日質溝 OK 這個就是景區的入口 大大小小的湖泊有108個 嘩 劉沛寧說一個八五年去過 那時候很美 那時候很美 可以踩下去 我那時候開始去九寨溝 我是第二團 我第一團就是雲南 接著到三月 我第二團就是九寨溝 嘩 一聲 我帶六天團是正 但是那次你是不是第一次入九寨溝 第一次入九寨溝 都會有一個experience的領導 綁著你 沒有啊 那次就是自己去 就去到 就靠當地導遊 是啊 當地導遊 真的很好 我和你的普通話都會練功 應該 都是 我其實沒有學過普通話的 慢慢說 就是帶團的時候 不斷去拿紙筆 從導遊寫 然後聽他們講 慢慢練回來 一定是這樣 哪會正式學普通話 我有沒有學過普通話 所以 我可能都說我的普通話賺得下 根本都不 不用學的 別人都不懂聽我的 我不是啊 我的普通話 每一個 我說普通話的朋友 每一個都說我的普通話賺得下 我說真的 我不是說笑 我說真的 OK 好了 我真的 你是不是故意加重鼻音 不是 沒有 只不過是 我夠膽講 那你要講 沒辦法 你夠膽就行了 好 我們看照片 看照片 喇 operator 留意著有些照片小 看看會不會拉大 這次呢 這張是OK 這些是熊貓車 其實呢 它裡面 警區 九大溝裡面有熊貓嗎 有熊貓 熊貓就是四川的國寶 即是四川的國寶 但是它是四川出來的 但是它本身的熊貓 是不是在九大溝 還是專門 因為警區找些熊貓過去 它在鵝龍那個 那個培育基地 它本身熊貓就是四川 其實呢 如果玩九寨溝 你必須要懂得 什麼叫包車 還有九寨溝裡面的警區 是有很多木板棧道 其實最漂亮呢 是當你走的木板棧道 是不同的海子 一路走一路走 你看到它的原則 什麼海子啊 那些湖旁 他們叫 因為它是狀族 因為其實 剛才都講過了 它是內陸城市 根本它沒有海的 所以它叫那些湖 叫做海子 狀族人是叫那些湖 叫海子 OK 但是我們去玩九寨溝 玩包車 什麼叫包車 包車 包車來玩 是的 自己的群人 但是你這些團 其實不是 那些是公車 就是好像乘公包 香港乘巴士 有一個站 你去到哪裏下 哪裏下 就是你跟其他 譬如內地人 或者其他旅遊客人 一起乘這輛車 那變成你 它呢 這些車是有很久等的 因為它呢 其實有很多個站 還有 當然這些車會很多 但是它三條溝 都有專用的自己的巴士 所以如果你是 想留在時間裏面多些 你必須要懂得用包車 還有你可以不搭 你如果自由行的 你可以自己走那些景點 譬如中間吃飯 就在中間的Y字中心點 但是其餘那些點呢 那些海子 其實一個連一個很密的 你是一路經一些 木板斬道走 是不同的角度 看到原則原味的 即是走的 那不是很累嗎 很大 但是你走到累 你就要搭車 每一個海子 出回來 都有個巴士站 但是你們旅行團的時候 是你的車進去 還是要放下那些人自己 幾點集合 會建議客人包車 OK 包車 那你們包什麼 都是包這些車 不是這些 好像那些 三十多座的那些 旅遊巴 即是金龍那些 但是為什麼你們不自己 車不讓你們進入鏡 它是用裡面的景區車 外面的車進不了 OK 即是你們那一團是60人 那你們可能就 有Advice的客人 不如包兩架 那些這樣的包車 但是真的 就不用說 客人都不知道 哪一團是扁 但是自由行有沒有辦法 可能要搭這些 自由行看 你唯有搭這些 或者你看看有多少人 有十多個都可以照包 都可以 因為它有些麵包車 十多座的麵包車 好 好 再去 這個是什麼環境 這個呢 就叫做宅如寨 剛才說宅如溝 其實它就是 藏傳佛教 有最美的建築是裡面 最原始的本波教 我們叫做笨教 就是 其實藏傳佛教有不同的宗組 譬如有格魯派 有窮教 有寧馬派 有撒家派 有皇教 格魯派 很多不同的派 這個是最原始 就是藏人原始的宗教 叫做笨波教 我們叫做本教 是的 它的建築就是那些原始的風格 我們就是看它的 它會拿些蘇柚茶 拿些清歌酒來招呼你 蘇柚茶也挺難喝的 OK的 可以進去感受一下 當地風土民情 入鄉去做 入鄉去做 這個呢 這個也是它的風格 都是本教 是的 摘如寺的寺廟 都是 你看到它的屋頂的設計 和它的一些經番 因為其實藏人是很流行 將一些經番 其實它的經番 就是寫了一些經文 然後呢 當有風一吹 就好像念了一片 經上天 所以其實藏人 是很崇尚天然 所以他們本身 其實西藏的地方也是 因為它夠高 所以我們覺得 是否容易接觸到天界呢 喂 你現在講動氣的經番 打橫的那些都是 都是經番 都是經番 OK 有些是唐卡 有些是經番 有些是經番 唐卡那些就是 類似一些卷布 一些雜染出來的布 好 這裡呢 就是前景後 有些海子 這個就是第一個 會經過的海子 叫盆景攤 是因為它 有很多 好像一些盆栽 很矮的樹木 然後就 好像是一些盆栽的擺設 所以因而叫盆景攤 但是這裡 我常常上網看的 那些狗仔溝 都是紅紅 真的秋天 這個就不是 是嗎 沒有的 其實呢 九寨溝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你問我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秋冬其實很漂亮 夏天就是瀑布最凡凡 凡凡 有落雪 有冬天 有落雪 我放了幾幅雪上去 有很漂亮的雪景 秋天和雪景都不同 這個呢 這個就是盆栽海 嗯 你看到很多的盆栽 你看到那些海子 其實你看到有些深綠 有些淺綠 其實它就是很多的 蓋化的灘 蓋化的瀑布 蓋化的水池 因為它是蓋炎呢 其實它蓋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蓋炎 跟著經過在一些很軟的地方沉積 形成好像中雨石那樣 跟著慢慢變硬了 竟然形成了一些沉積 形成了一些陽光折射下去 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這就叫蓋化了 其實 有時候我們看的照片裡面 好像下面擺了一些 藍藍綠綠的燈 其實就不是 它是一些蓋化形成 出來沉積了下去 形成一些 一些可能是一些樹木 石啊 不同的東西做出來的 嘩!所以這些就是 真是巧奪天宮 側富神宮 不是人真的做到 我覺得最漂亮的 其實真的是九寨溝 不過我那個年代 其實已經是 沒得踩下去了 我想 我是2002年的時間 這裏呢?這裏是誰來的? 這個海呢 就是 雙龍海 其實它 周圍都是那些矮蟲 因為其實它去到越越越南面 就是它裏面 很多的那些 橙樹 原始森林 這邊是矮木 那些矮木呢 其實你那個湖的形態 好像兩個龍 那樣的形狀 所以因為這樣叫做 雙龍海 OK 好 現在全部都是九寨溝 是呀 這裏全部都是同一條溝 樹靜溝 來的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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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樹靜瀑布的流下來的滋水 然後呢 然後形成蓋化的一個獨立的 這個是夏天來的嗎 這個是夏天來的 還有這個在高地上面拍的 在山上拍的 在山上拍的 因為你會坐車的 譬如你在中間你坐一些 你如果坐車呢 你喜歡在路邊的停車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離遠地看到那些景 所以說呢 在行九寨溝呢 就是你要不同的 不同的棧道 由這邊看 和由那邊看 的景色都不同 OK 這個呢 就是樹靜瀑布了 嗯 樹靜瀑布 它是呢 那些樹在瀑布上 是啊 它海拔是2290米 它是呢 好像個 很多個凸字的石仔 就是好像個 凸 凸 好像凸是中指 那樣 很多個凸 凸了頭的石仔 然後它那些水呢 撞擊那些石仔 然後爆發出來 它那個衝擊力是很厲害的 但是那些石仔 那樣千萬年 那樣撞擊那個 好像那個凸字都不 還在 是啊 因為它這些是沉積岩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 類似那些 那些鈣化那些造型 那些狗窄狗窄 但是因為要保護那個風景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加一些東西進去 那些什麼橋也沒有的 有橋的 現在它不讓你走下去的 以前呢 我聽聞那些師兄說 全部可以踩進水裡 可以踩進去 但是因為你踩進去 個個都踩進去 那就很危險了 那變成 在2001年的時候 已經是不讓踩進去的 全部都走木板棧道 嗯 都是木板棧道而已 是的 就不會弄一些過山車 那些警區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看天然的東西 是的 這個都是樹整瀑布 好 拍一張 是的 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 好 再去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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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老虎海 相傳有個老虎 就在這裏 經常來這個湖泊 所以來這個海子 所以就因而叫做老虎海 其實老虎海很美的 老虎海呢 它秋色 因為它很多那些 橙樹 松樹那些 其實它一秋色 它倒影是非常之 現在你的倒影都美嗎 其實它是九寨溝的其中一個重點的風景 老虎海 是啊 嘩 如果去秋天 紅山 就是紅葉遍山 那倒下來就有個紅葉 後面我有拍幾幅是秋景 到時你會看得到 這個都很美 是的 這個都是老虎海 都是看一些倒影 都是看一些倒影 那這個呢 就是西牛海了 就海拔是2301米 都是其實是樹整溝 去到最邊邊的 就是它由底 Y字的底 去到Y字丫叉的中間位 差不多是中間位 現在你就這樣看照片 就算這個好像平平無奇跡 我想現場看都很美 很美的 很美的 很平靜的 是的 這個呢 接著這裏呢 就是去到長海 下面有些藍色 就是那些什麼 就是那些什麼 蓋化 蓋化那些 就是它一塊塊 其實就是蓋化那些 這是什麼 這個是長海 你說如果年輕 就是馬上捉一條去去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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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過沒有 這真是體驗 夜戰 對 夜戰 下一張 這個呢 有點秋意路 是啊 這個是什麼海 這個是 這個都是長海 其實都是它的一部分 OK 這個呢 去到這個長海 就是質茶蛙溝 就是壓叉 因為它是這樣的 當你玩完整個樹形溝 中間的Y 就是三個 後回的Y字那個位 就是吃飯的地方 還有很多巴 進巴士 然後你要轉去 質茶蛙溝的車 這條呢 這個質茶蛙溝 就是去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那個 壓叉 左邊壓叉頂 來的 是最大的湖泊 但是這些湖泊 我們不可以踩進去 那些水 是不是都是很清的 很清澈的 它是 冰川燕菜湖淡水湖來的 是九寨海拔最高 湖水最深 有沒有三千 海拔三千一百零一米 還有它沒有出水口的 它有些雪山 你看到背面是雪山來的 雪山融 雪水流下來 它是經過地底那些 即它沒有出水口 那它的水怎麼走呢 其實它就是因為 那些水呢 裡面是有一些的 那些叫滲透 滲透 有些地下水滲透到下一個海子 那個就叫五彩池 就是整個九寨溝最漂亮 色彩最鮮豔的地方 OK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五彩池 是的 這個就是五彩池 其實它有黃葉 有紅葉 加起來 它裡面水有很多不同的景 它是小的 它是全個九寨最小的 但是呢 它這個水呢 其實它長年都不會乾沽的 它的水其實就是 剛才那個長海流下去的 OK 這個藍藍綠綠 是啊 這個也是五彩池 這個也是五彩池 這個五彩池 這個五彩池很小的 它是最小的 它是最小的 它整個九寨最小的海子 這裡已經沒有什麼水了 但是它有 它的水口是哪裡 它跟著它滲透下去 它下去下面呢 就有上季節海和下季節海 海池 好 就是 這個就是分上季節海和下面 隔一隔個樹 之後下面有下季節海 那它呢 因為其實它會因為上游 譬如夏天有水 它就會滿了水 而去到冬天它就會沒有水 這個海子 但是因為它周圍都是森林 好像去了一些瑞士雪山 所以當它水澎湃的時候 那些倒影是很漂亮的 但是它是會因為乾沽期 或者冬天它沒有水 它會很少的 或者它會乾沽了 就是 只有很少水 好 這條溝就是 走向最左邊的鴉叉 側籤溝 現在四川有多少人口 四川有8400萬 接近 8300萬 成都就有2100萬 但是整個四川就有8400萬 OK 下一張 好了 這個就是另一個瀑布 這個就是樂日朗瀑布 樂日朗瀑布 因為已經去到鴉叉的中間 就是那個分岔點 所以海拔又落到2300多米 剛才長海有3100萬 是最高海拔的地方 這個就是 好像無數的 因為它是很闊的 整個樂日朗瀑布 是整個九寨溝 闊度最闊的瀑布 我們看看還有幾張 關於九寨溝的 是的 九寨溝還有多少 還有很多 因為還有 這條都是樂日朗瀑布 我們先看看九寨溝 這個呢 之後 之後是要少一點上路 九寨溝最多 我知道 先看九寨溝 那次我們看黃龍鴨 鵝眉山 這個就是原始森林 為什麼說呢 其實九寨溝 是有很豐富的森林資源 它有80%的森林覆蓋 會有紅瀑 再深一點 可能會有 因為它有很多動物 植物、鳥類、爬蟲類 很多保護動物都有在這裏 因為它是一個森林公園 這個是Y字日則溝最入面 多不多藏人住 四川 多的 多的 多藏人住 也有很多四川人 走了上去西藏 是的 原始森林 都是以岔樹和松樹為主 好的 然後 雲岔冷岔 然後呢 這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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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森林來的 因為我沒有分的 下一張都仍然是這個 什麼來的 有兩張都是原始森林來的 是 因為不同 因為有些棧道 拍給大家看 其實你是經過一些棧道 兩邊都是森林來的 兩邊都是一些岔樹 冷岔、雲岔 那些你是經過 它是一個很美的天然洋花來的 有三千負離子 那這個呢 現在來到這裏 那這個一路下去 就是天鵝海 就是海拔2900米 天鵝海 那它 因為它有短暫時間 有天鵝聚集在這裏 所以 因而叫做天鵝海 但現在沒有了 天鵝 有的 它是季節性 有天鵝來 可能過冬 好的 然後再來 下一幅就是箭竹海 現在說這條溝 就是日則溝 好的 海拔就是2629米 它全部都是鈣化湖 還有就是有地下水補給 所以它的水連中都不會減少 好的 OK 亦都是很大的 三大的海子 它會減少 但又會流走 即是它不斷地有地下水湧上來 但它會流到另一個海子 好 再去 逐漿放大 這些照片太小 哇 這些人多到 接著這裏就是熊貓海 哦 熊貓海 因為有熊貓兩個字 是 因為有熊貓在出沒 哦 野生的 大家野生都少 現在沒有 現在幾個景點 這麼多人 不會有熊貓 即是說 有熊貓都已經 貓都沒有 沒有熊貓 這個就是高處來看熊貓海 海拔2574米 有幾次這隻熊貓 它不止形狀 是因為真的有熊貓出沒 好 接著再下就是熊貓海瀑布 其實整個九寨溝有四條瀑布 哇 這個熊貓海的瀑布 是九寨落差最大的瀑布 即是高處和低處落差最大 氣勢是最瀑布的瀑布 不過其實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敢介紹一下 其實你始終這些景色 真的要去現場看 是啊 即是相片拍片 這個就是五花海 這個就是五花海 海拔2462 也是艷菜湖來的 是九寨溝色彩最鮮艷 因為它的湖裏面有很多的開花 有樹花 有很多不同的石 全部光 這個漂亮 這個漂亮 上面有多顏色多花 好似這個寶石 相片在底部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五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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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角度拍過去 因為它的底部有很多水草 很多樹木沉積 這個也是五花海 是的 這個也是 這個好像很髒的 垃圾光 其實拍下去好像 但是實際上很漂亮的 底部很清澈的 水 好 這個也是五花瀑布 這個看過 這個是珍珠灘瀑布 珍珠灘瀑布 這個是另一個 就是第四個瀑布 好 四個瀑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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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蓋化瀑布 其實都是同類的東西 有諾日朗 樹震瀑布 珍珠灘瀑布 貓蓋瀑布 就是 九寨黃龍必須的 通常是坐三飛或四飛 如果三飛 即是說香港飛成都 成都飛入九王機場 即是飛 飛上九寨 或者就是乘搭一段巴士 經過 以前不是說地震 就是那段敏江那段路 沿途兩邊都是山 經過那段路 然後上到九寨溝 然後在玩完那裡之後 就乘飛機回到成都 在成都 再去洛山大佛鴻鼻山 即是九寨溝 你問你的問題 答得太多了 只是玩一天而已 兩天 兩天 因為外面有很多旅行團 都一般是玩一天 所以你懂得選 或者你自己去 會更加開心 一你會停留得久一點 因為很多金融人團 說頭說命 進去一天 然後快快去 坐那些景區巴士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 根本玩的時間 就停留很少 你連那些棧道 根本是 可能你走一個 兩個小時而已 實際上 其實全人有很多棧道 給你走的 嘩 但是 就是這樣說 我們要自己教 如果要搞團 玩得開心清楚 永遠都是 金團當然要匆忙 好 休息了 休息了